征戰於澳洲和澳門的 澳門職業賭神 就對經常踏足賭場的賭客提出了 非常有借鑑意義的 投注原則和策略 第一條就是 發現和把握規律 順勢以為 他強調 在投注上是不可以逆勢以上 他解釋 在百吉祿牌局開出的某一時段出現的 排列組合 如果不斷重複持續 有明顯特徵的時候 比如長裝長限 長單條等等 就是我們所有捕捉 和要把握的規律 第二條就是 不可以每一把每一柱都落主 只能夠投注有規律的排形 才能夠勝算大 因為一柱牌當中 沒有序 沒有規律的情況是佔多數的 而有序有規律的情況 只是佔少數 比如長龍的開出 一柱牌當中 是極其罕有的 會開出兩次長龍 故此選擇 在有規律的情況下落主 總比盲目落主 贏面要大得多 第三條 就是要選擇有規律的倒桌 因為無論 什麼技術 什麼方法去投注 都只有在 規律性排路排形出現 才能夠起到大作用 故此 入到賭場 不要急著 隨意見到賭桌就坐下 而應該首先要觀察 和尋找有規律的賭桌 如果一時 沒有你需要的賭桌 最好就是 暫時選擇觀望和等待 第四 就是要選擇有規律 持久度夠長的 那些賭桌去下落主 因為根據 自然計的事情 這個運動的規律 慣性越大 持久度就越長 這個不道理不信 自然規律的事情就是這樣 而持久度越長 你投注贏的機會就更加大 第五 只是選擇 正在開得黃的 莊或是限 而選一落主 任何事物 發展都是強弱交替 物極必反 弱極而強 強極而弱 借助黃莊或是黃限 強弱 這個時段出現 而成勢而行時 這樣投注的成功率就會高得多 第六 就是要懂得借助 別人的智慧和運氣 當你所處的賭桌有賭客 無論守風運氣 或是其他方面 處於自己的常風 是可以純粹借助 別人的智慧而贏錢 也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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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